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今天又到了咱们翻牌的时间了 看看大家最近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 在上次翻牌的时候 YouTube网友Gowl问了一个问题 说原老人好 我去查了一下 荣野修身还是哈佛校友 也当过驻美武官 按理来说他不应该这么二 是不是当时内阁的压力 让他不得不去找山本确认跟美国开战有没有把握呢 求翻牌 他为什么去找这个山本 他也没说 然后也没有什么他的日记 什么这些东西来佐证 所以他怎么想的这种问题 我回答不了 古人是怎么想的 这个不知道 你得看他的书信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留下来才说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二 那你说那山本都差点被暗杀了 所以米内光正为了保护他 咱们讲让他到联合舰队去当司令 坐镇长门舰四万官兵给你保护 你别在东京待着了 那荣野当时身为海军军令部部长就在东京 随时有可能被爱国青年暗杀的 他不可能不二 他不二他活不下去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满满的求生欲 就这么个意思 好然后YouTube网友叫王厅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今天衣服上印的是仙达藩藩祖 一达正宗吗 我不知道你说的哪件衣服 我都忘了我穿的是哪件衣服了 说上兴区刚去过仙台 那你可得保证 因为那地方不是属于河泄漏的东北三线 和他的雕像合了影 他那个雕像应该不是最早安放的那个了 最早安放的那个好像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给移走了 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呢 是他把原来的那个放回来了 还是说又新铸了一尊 我印象当中好像新铸的新铸的 原来那个弄跑就融化了 可能做炮弹用了二次大战的时候 说听说袁和延武之后 他被德川家康以各种理由留在江户不放 是大明里最后一个返回自己封地的 最后也死在江户 想请问袁老师德川家康这么做 有什么原因吗 忌惮他们有什么原因啊 这太忌惮他了 是吧 就是这个咱们都知道战国三杰 这个支铁 然后封臣 德川 但是呢 有两个人 那是就是一个早生了二十年 毛利元旧 一个晚生了二十年 伊达正宗 如果毛利跟这个伊达 是正好生在这个战国三杰的时代 那最后谁笑到最后就不一定了 说不定就是毛利家统一天下 或者伊达家统一天下 这都有可能 那所以就为了忌 就是因为忌惮他 那因此呢 才把他一直扣留在这个江户 他一直最后到第三代将军 德川家康的时候才这个病死的 那而且呢 他到最后也就是委屈求全 特别会拍马屁 那德川家康 继位之后 就跟那个 这些诸侯们讲 说我没有我父祖这样的战功 因为他爸爸这个这个就第二代将军 秀忠也是上过战场的 虽然官员合战的时候 这个迟到差点被他爹给废了 但是人也是上过战场 加光是没有上过战场的将军 所以他就跟这帮诸侯说 说你们谁要不服 你们就回你们的封国 带兵来 咱打一仗 那这些诸侯就都都都都已经 又是将军这什么意思 结果这个没等这些个诸侯回话 这个一打正宗就站起来了 那说将军如果有人不服不用您出兵 我就负责把他们给灭了 所以这个这些诸侯一瞅 我靠战国时期的名将都这么说话 都死心塌地归顺了德川家 我们都怂了 不敢不敢骂他 揭晓的一万个胆也不敢 就这个意思 所以他也我觉得也是满满的求生欲 然后这个 YouTube网友 高筑强广积良缓称王 问了一个问题 说老师能不能讲一讲墨西哥阴阳 和他背后的历史变迁 求分盘 谢谢 墨西哥阴阳 他就是因为这个拉丁美洲盛产白银 然后最早 这个阴阳都是西班牙人铸造的 西班牙人铸造的 那个作为当时世界的主要的贸易银 贸易银就是这个 你点中国的白银 你没法作为贸易银出口 为什么呢 因为你每一定银子成色呀什么的 包括他的这个重量啊什么都不一样 你没法拿这个出口 所以你古代你买东西的时候商家有称 要称这个银两啊 甚至还要看他的这个成色 那你是800号银啊 你是925银的 你还是999银的 得看这个成色 而你铸成统一的阴阳之后 那这个东西在国际上就能够流通起来 那因为他都是这个成色呀 什么的 包括这个重量啊 都是统一的 所以呢 墨西哥一独立之后 就也照样铸造这种银园 因为他这个银园上呢 是一只鹰 叼着一条蛇 正面是这个 就墨西哥国徽的图案 所以呢 被称为鹰阳啊 每一块鹰阳折合中国的白银 大概是7200分 所以呢 在这个当时 他是国际贸易银硬通货 因此洋人在跟中国做买卖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鹰阳来购买中国的物品 所以这个东西很早就在中国流通 明末清初的时候 就开始在中国就流通开来 就大量的这个鹰阳进入到中国 中国后来 做这个自己的银园 其实也是受了这个鹰阳的启发 除了鹰阳之外 当时在中国这个流通的这个外国的银园 还有坐人 站人 坐人就是这个西班牙银园 西班牙的比赛塔 站人呢 就是这个英国的这个这个银园 在香港住的 还有一种叫拿花 这四种银园都在中国境内流通 那你这四种银园什么图案不一样 怎么能都流通呢 因为它的重量 它的成色都一样 所以即便是图案不一样 也不要紧 都能流通 所以这个就是国际贸易银的历史 好 然后这个 循迹讲堂APP网友 循迹3977问了一个问题 说刚听完袁老师的拿破仑 突然有个大大的疑问 欧路打成一锅粥 为什么自始至终没有奥斯曼的身影 他站哪边 为什么一直没出手 最起码此刻奥斯曼仍是欧洲一股重要势力 这个时候的奥斯曼谈不上是欧洲一股重要势力了 1699年开始 奥斯曼帝国就已经是走向下坡路 衰落了200年 从1699年一直处在衰落期 这个时候已经根本就谈不上 离西亚病夫已经不远了 已经快奄奄一息 快日薄西山了 但是在这个 就是拿破仑战争时期 奥斯曼还是跟俄国爆发过战争的 所以拿破仑大军入侵俄国的时候 俄国在对抗拿破仑的部队 是两个方面军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军在南方 当然那个方面军人数很少 4万多人 主要就是对付奥斯曼 所以他当时已经谈不上是一股重要势力了 在聊这个万国来朝那一期 YouTube网友迎周克帝问了一个问题 最近看完腾飞五千年之隋唐五代 发现好多太子 老是当了太子又改名 为啥老改名呢 还有很多皇帝次名的 比如朱温被次名全中 还有日本也好像模仿中国 比如风尘秀吉 记得日本有个什么电视节目 忘了什么节目 我说次名是为了掌控臣下 如果被袁老师翻牌 希望谈一下次名这事 这个中国的次名 没有什么掌控臣下那一双 那就是皇上这个 就是为了笼络你 给你次名 你比如说这个 最典型的朱温 次名的朱全忠 还有这个正森 就是被次名正成功 就朱成功 他们这些人就是皇上为了表示对你的亲近 你包括那个日本人阿贝中马吕来中国 皇上次名朝衡 这个没有什么 日本你说那个掌控臣下是什么呢 是把自己的一个字 然后赐给你 日本人的名字非常有意思 他从祖先一直到现在 你看着都像哥俩 他那个名字里有一个字是笨笨用这个字 你比如东条英姬 他爸爸叫东条英教 那中国只有哥俩才这么起名 英教英姬 但是他都 他东条英这仨字都一样 就后边不一样 德川家康 孙子叫德川家 这个孙子叫德川家光 然后再往下什么曾孙玄孙 叫德川家庆 德川家齐 他这个家字是笨笨传的 所以他那个次名 就是我把我这个家字给你 那你甭管你姓什么 允许你名字里用我这个家字 那这么一来的话 就表示你跟你跟我们家的人是一样的 在我们家等于属于是在谱的 其实也跟中国皇帝次名一样 都是为了笼络 谈不上什么控制 YouTube网友牛舌饼问了一个问题 说请问袁老师 四川中原是因地理位置优越 一首南宫一歌剧 而导致相对繁荣 如果是的话 这是否可以佐证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占主导呢 这不用四川中原 也能佐证中国古代农业经济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占主导 还用找佐证吗 是吧 他是一个这个就是显而易见的常识 就跟中国人说汉语 这不需要佐证啊 是吧 因为我们留下的文献都是汉字 所以佐证中国人说汉语 这这这谈不上的 这根本谈不上的 所以四川确实是地理位置优越 易守南宫 其实他主要指的就是成都盆地 成都号称天府之国 就是成都盆地那几千平方公里 不是整个四川的大梁山天毛府 是吧 这个这个确实易守南宫 那哪发达 是这个意思 群职讲堂APP网友 约翰弗里德里西问了一个问题 说元楼囚翻牌说起朝贡 耐良时代 日本和渤海国的往来也十分密切 请问他们之间发生了哪些故事吗 渤海国十几次前驶去日本 日本呢也多次前驶到渤海 但是呢 在渤海国看来 他跟日本是平等外交 而日本呢 非愿意让这个非要给自己脸上贴金啊 这个就日本呢 朝鲜啊 包括越南啊 都有这种小中华意识 是吧就是我向中国进贡啊 当然日本始终游离于中国这个朝贡体系之外 他一直不是中国的进贡国 是吧 就他们都觉得 你看朝鲜越南觉得我向中国进贡 因为中国比我强 但是我在我这个地方 我就属于小中华 我就是当地的中国 所以当周边的这些民族 我不视作蛮夷的 朝我进贡 日本也有这个意识啊 他希望渤海国呢 向他是进贡 但是渤海国不承认啊 认为两边是平等的 可日本的这个史书上一写就朝鲜 这个渤海国的什么故事来啊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在聊酒桌文化那里边呢 YouTube网友叫有小朋友问我 说袁老师请问您如何阅读史记资质通建 这样的大不投历史文献 当代人该如何阅读他们 袁老师赞成增加小学中学语文课本里 文言文的比重吗 是吧 这个如何阅读史记和资质通建这样的大不投的历史文献呢 说句实在话 我没看过 那我这个没有全文阅读过 我是把它们当做工具书啊 比如说我要讲什么东西 我需要有史料来佐证的时候 我会去查啊 这里边有没有啊 有没有 但是呢 你让我从头看到尾 这个没没没没看过啊 没看过啊 而且呢 这个你问我是不是要增加小学中学语文课本里文言文的比重 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小学中学课本里文言文的比重是多少 如果说已经达到一半了 或者40%了 那就不要增加了 那如果说20% 那适当增加也是可以的 再聊这个生命之源 那一期的呢 YouTube网友非识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师这个 求翻牌啊 请问你说过汉武帝穷兵独武 打了几十年 把几代人积累的财富打光了 但最后还是回到原样 但其实从另一个男人的方面 我觉得他打出来男人的尊严 不是一味的靠女人求和平 另外一点呢 我觉得匈奴就像塔利班 他们就是靠强掠来生存的 根本不能抱一丝和谈的希望 请问你觉得呢 这个问题啊 问的特别好 其实说实在的 就是我最怕就是 网友里有你这样的人 我就怼你两句啊 最怕就这样 你不知道一将功成万古枯吗 你不知道可怜无定河边谷 游是春归梦里人 你看那个杜甫写 那个车林林马萧萧 行人弓箭搁在腰 武皇开边游位矣 君不见青海头 古来百古无人收 你为了你的男人的尊严 让千家万户 妻离子散 让多少青壮年死于非命 所以不是我说他把这个几代人的积累打光了 唐太宗说 汉武穷兵三十余年 疲弊中国所获无几 这是唐太宗说的 所以要是这个 唐太宗其实也很有男人的尊严 但是唐太宗批评汉武的 批评汉武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不服的话 也可以再找唐太宗理论一番 好吧 那最近大家的评论呢 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儿 欢迎大家在循迹养堂APP公众号 或者YouTube上收看循迹慢聊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 谢谢大家